美国台海问题专家任雪莉则表示 他更担心的是 美国某些人鼓动甚至逼迫赖清德 做某些不符合台湾地区利益 但他有无法反对的危险事情 就像蔡英文无法拒绝佩洛西 所谓过境窜访台湾地区那样 任雪莉还指出 与美方可能逼赖清德 做危险事情并行的是 台湾岛内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 而真实的论调是 美国不可靠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也撰文称 台湾民众对于华盛顿 究竟值不值得信赖一事 充满矛盾和疑虑 台湾信息环境研究中心 在2021至2023年间的网络讨论中 辨识出84个以美论述 包括美国会所谓抛弃台湾 美国实力不足以所谓保护台湾 美国是世界上战乱的根源 台湾疯传媒称 整体而言 84项论述描述 美国伤害台湾的行为及目的 程度又随时间升高的趋势 其中 俄乌冲突 拜登宣布推动印太经济框架 佩洛西窜台 台积电赴美设厂 以及麦卡锡取消窜台 被认为导致以美论升级 不少台湾民众怀疑 美国在掏空和毁灭台湾